男主昏迷之后 男主和男佩晶都迷恋上了另一个人 塞洛尼刚一脸猛逼的心爱 未婚夫伊恩的话就让他更加猛逼 我要和你解除婚约 因为我想尽快和戈瑞斯结婚 塞洛尼根本来不及思考自己为什么突然昏迷 几个月前他穿进小说成为女主塞洛尼 现在男主伊恩居然要和他解除婚约 起初他们只是政治联姻没什么感情 但在魔王突然复活之后 为了组建魔王讨伐队 拥有最强治愈能力的塞洛尼和皇宫骑士团长伊恩同行 期间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女主塞洛尼也吸引了两个男佩 圣骑士列尔夫和龙的后代迈克 塞洛尼和伊恩确认相互的感情之后 和两个男佩成为了朋友 他们帮助男女主一同打败魔王 之后应该是男主和女主举行婚礼故事结束 直到打败魔王的时候 剧情还和小说中一样 可在返回时他不知为何陷入婚迷 醒来后就是这样一幕 那一脸不耐烦的表情是他从未见过的 最后也只是给了他一张赔偿书算作补偿 真让人感到心寒 所以塞洛尼不客气地给了伊恩一拳 作为两人的告别 还以为在这里能幸福呢 不过没关系 他还有珍贵的朋友列尔夫和迈克 可没过几天 他们也变心了 列尔夫先来找到塞洛尼说要解除歧视誓约 因为他想要效忠另一个人戈瑞斯 而且他早已知道戈瑞斯即将和伊恩结婚 甚至于那些话也和当初和塞洛尼说过的一样 我只是想要守护他 默默地看他幸福就好 这也意味着列尔夫不会继续和塞洛尼做朋友了 这让塞洛尼感到失落 但他们都喜欢上戈瑞斯 这真的是偶然吗 这时迈克也来了 你把龙之星还给我吧 因为我现在想送给另一个人 迈克想送的那个人无疑也是戈瑞斯 那个在小说中没录过几次面的小配角 塞洛尼还记得在几个月前返回时 他为了采摘稀有药草坠下悬崖 是迈克变身为龙救了他 因为害怕他在受伤 迈克执意要把龙之星给他 你是脆弱的人类 我不在的时候龙之星会保护你 可是在小说中他采药的时候很顺利 为什么当时出了事差点死掉 还在回来的时候突然昏迷了呢 他决定调查一下戈瑞斯 因为他现在很生气 如果之前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小说能运行下去 那现在他付出的感情化为了泡影 他在魔王战中吃的苦头也全都白费 他经历的所有都为别人做了嫁衣 这和冤大头有什么区别 把他的真心按在地上摩擦 这是不能就这么算了 不管是戈瑞斯有问题 还是他们真的变心了 他都必须知道原因 女主醒来后失去了一切 不仅男主移情别恋 就连两个男配也不再和他做朋友了 最蹊跷的是他们都爱上了另一个人 本以为问题出在那个人身上 而他调查到的结果却是戈瑞斯没有任何异常 他不敢相信那三个人真的同时变心了 还记得在一起讨伐魔王的时候 因为路面失滑他走在后面不小心摔倒了 三个人争先恐后向他伸出手 而他坚定地选择了未婚夫伊恩 虽然这样会让另外两个人伤心 但和他们只是朋友就不能让他们有期望 而现在这些都属于戈瑞斯了 这让塞洛妮很生气 他刚穿成女主就被迫参加魔王讨伐队 甚至连父亲的疼爱 和作为公爵独生女的优渥生活都没来得及享受 在队伍里每天睡草地吃硬馒头 冲早也是凉到刺骨的水 这些他都咬牙坚持下来了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恋人和朋友 本带由他和伊恩结婚为结尾的故事 却被突然出现的格瑞斯打乱了 在他昏迷的时候 毫无预兆地被夺走了劳动成果 至少他要确认是不是因为格瑞斯做了什么 所以他拜托了家族的情报公会 帮他调查格瑞斯 很快副会长吉利安送来的结果 可关于格瑞斯的全部却仅有一张纸 看了之后也没什么异常 吉利安告诉他唯一的异常也只是从三个月前 格瑞斯就频繁与那三个男人见面 但那也是那三人先要求的 这一点塞洛尼也听说了 在庆祝打败魔王的宴会上 他们四人初次见面 而自己因为昏迷没能参加 宴会持续的一周时间里 三人都围绕在格瑞斯身边 应该是在那时迷上的吧 难道真的只是他们三个变心而已吗 眼下连一点关于格瑞斯的线索都没有 心里又开始觉得憋屈 这是女仆艾拉建议要不要吃点好吃的转换心情 这个建议瞬间就击中了他的心 立刻就要去经常去的那家店 还没走到门口就见到了不想见到的人之一 列尔夫像是在那里守着 看那表情塞洛尼能猜出来 肯定是格瑞斯在店里 几个小时前伊恩和格瑞斯约会时 格瑞斯执意要去那家店 那是以前伊恩和塞洛尼经常去的地方 他本来想说今天先去别的地方 可格瑞斯脸色一沉 你是怕想起你们之间的回忆 所以不想带我去吗 看来你心里还是没有我 说着格瑞斯就要走 伊恩只能同意 而他怀里的格瑞斯则是一脸得意的坏笑 只是没想到就是这么巧 今天塞洛尼也来了 他才不要躲着格瑞斯 错的又不是他 而是未婚夫伊恩和勾引未婚夫的格瑞斯 他也想亲眼见见格瑞斯是个什么样的人 能让他们都如此神魂颠倒 推开门的一瞬间 果然又是一脸得意的坏笑 来穿成团宠女主 可还没享受几天幸福 就被无名小配角抢走了男主和男配 还未调查出真相如何 抢走男主的格瑞斯就来他眼前炫耀 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真没想到这样一个人 就是让男主和男配同时痴迷的人 伊恩和利尔夫俨然已经把塞洛尼当成坏女人 请不要对我的未婚妻无礼 曾经相爱的未婚夫理直气壮地爱上别人 最好的朋友也对他置之不理 他决定不再执着三人变心的原因 不管是什么原因 他们都已经做错了 没有做错的自己为什么要受气呢 你们脸皮还真厚 你是在跟我炫耀你的出轨吗 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你不觉得丢人吗 自知理亏的两人心虚地低下头 临走时格瑞斯留下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我和伊恩就快订婚了 不要太伤心哦 这话是什么意思 格瑞斯就直接跑远了 被三个人簇拥着离开 被那三个人围绕的女孩从塞洛尼变成了格瑞斯 虽然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对格瑞斯很心动 这次列尔夫和迈克也依然只能默默守着 可是想起塞洛尼时的心情是什么呢 根本没来得及细想 格瑞斯蛊惑般的声音就响起了 你们快来一起吃甜点呀 混乱的感情再见到格瑞斯的一瞬间消散 他们都在心里确信爱的是格瑞斯 事到如今塞洛尼也决定不再留恋过去 在小说中这时的结局 应该是自己和男主伊恩结婚 而之后的人生便没有既定的剧情 想那些糟心事还不如好好享受附加千金的生活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站在他这边的 指责他的未婚夫做了那种事还敢大摇大摆的出来 这让塞洛尼觉得暖心 之前的执着都是因为穿越后就只接触过那三个人 现在他完全可以交其他朋友啊 这时出现了一个神秘美男 塞洛尼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他 但也确定他不是小说中的主要男角色 很快塞洛尼就会知道他到底是谁了 塞洛尼在回家的路上被狼群袭击 救了他的正是刚刚那个美男 让男人一步步走近之后 他终于看清了那张脸 也终于想起那到底是谁了 可这个人应该早就死了才对 还是他亲手杀的 几个月前他们刚刚打败魔王时 塞洛尼在魔王城堡里寻找自己的短见 发现那里居然躺着一个男人 男人周身散发着恐怖的气场 突然睁开心红的双眼 这不是正常人能拥有的气息 难道是魔王在以这种形态复活吗 绝对不能让他顺利复活 所以塞洛尼举起短剑刺进了他的胸口 此刻魔王就在塞洛尼家里 父亲因为他救了自己而感谢他 他还记得塞洛尼昏迷前说的那句话 你为什么说我已经死了 塞洛尼心里咯噔一下 但又有点不对劲 这话就好像他不记得他见过塞洛尼一样 女主被无名配角抢走男主和男配 当所有人都抛弃他的时候 被他一刀扎死的魔王居然要保护他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针对他的秘密仪式正在进行 起初他以为魔王是来寻仇的 可魔王只是失忆了 并且一直在寻找认识自己的人 而塞洛尼脱口而出的那句 你不是早就死了吗 让魔王认定塞洛尼肯定认识他 塞洛尼本想一口咬定自己根本不知道 总不能说我只是之前砍了你的人 魔王肯定会直接将他秒杀的 但魔王也不好糊弄 你父亲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让我在这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如果你现在说出一切我就立刻离开 否则我就等到你什么时候说为止 因为失忆的魔王到处帮助弱小 不知情的人都把魔王奉为英雄 但塞洛尼知道 曾经威胁世界和平的魔王 绝对不会是英雄 说不定哪天他恢复记忆 先把自己家一锅端了 他想告诉父亲那个人是魔王 可不知为何突然他说也说不出 邪也写不出 那便只能继续观察 希望魔王不要做出什么危险举动 其实魔王只是对恢复记忆十分执着 他认为塞洛尼肯定知道自己是谁 如果你非得藏着这个秘密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不得不说 对他来说只要能恢复记忆 不管之前和塞洛尼是什么关系都无所谓 这天塞洛尼让吉利安继续调查格瑞斯 因为抢走男主的格瑞斯出现的时间 和魔王复活的时间高度重合 也许这之间有什么联系 他正交代着门外就传来了伊恩愤怒的声音 之前他给抛弃他的未婚夫伊恩寄去了赔偿书 从伊恩说要和他解除婚约那天起 他就决定一定要让伊恩失去一件珍贵的东西 才能解他心头之恨 所以他在赔偿书上写的是 我要你斩杀魔王的那把剑 塞洛尼知道那把剑以后会变成圣剑 伊恩不想给他 显然也是察觉到了那把剑不同寻常 但他想要的只有那把剑 是你说我想要什么赔偿都会满足的 你不会不讲信用吗 伊恩一时雨色 理所当然地以为这是塞洛尼在极度自己爱上了别的女人 可塞洛尼接着就补充道 对了 皇帝陛下要为我补办庆功宴 你不会去的吧 伊恩刚想说自己绝对不会去 塞洛尼就直接问了出来 只是为了确认他不会去 这满不在乎的态度是怎么回事 没能协商成功 伊恩只能气急败坏地离开 而门外还站着一个更让他生气的人 不仅挡了他的路 还一脸傲慢地说 我没看到这里还有个小不点呢 伊恩气得咬牙切齿 张口骂道你是哪个混蛋 还未说完塞洛尼就制止了他 够了 他是我的客人 请你尊重他 现在请你快离开 难道那个人是塞洛尼的新男友吗 一想到塞洛尼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他居然控制不住的心痛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任着女主不在 小佩爵一夜之间勾走了所有男角色 明明是那么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可不管调查几次那个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而今天他终于发现没有问题 就是最大的问题 三个月前突然出现的格瑞斯 和突然复活的魔王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不过失意的魔王看起来 对任何事都一无所知 魔王想找回失去的记忆 缠上了塞洛尼 甚至想为他除掉疑情别恋的男主伊恩 那个家伙是不是惹你心烦了 需不需要我去杀了他 塞洛尼不明白魔王怎么突然这样说 就算失意也改变不了危险的本性吗 就算我恨他也不会想要杀了他的 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也不能这样想 可塞洛尼的表情明明就是想到人了 还以为能用这种方式亲近起来呢 到时候他肯定就愿意说出我是谁了 晚上塞洛尼路过魔王的房间 听到里面传出奇怪的喘息声 走近一看魔王正坐在地上身上流着血 救魔王可如果直接走开会不会引起他的怀疑 万一他猜到他是魔王怎么办 所以塞洛尼选择先帮他这一次 我拥有治愈能力先帮你处理一下伤口 魔王抗拒地抓住塞洛尼的手想阻止 而在接触到的一瞬间 所有痛苦的感觉竟然都消失了 三个月前他在一个坡屋里醒来 他问过了周围的所有人 却没有一个人认识他 他发现自己有一些特殊能力 还会在午夜时被不知名的痛苦侵袭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 除了熬没有别的办法 也许找到记忆这种痛苦就会消失 而这个看起来认识他的女人 竟然也是能将他从痛苦中拯救出来的人 所以他决定绝对不能放手 第二天伊恩送来了塞洛尼要的那把剑 也是斩杀了魔王的剑 不知道魔王看到后会不会想起什么 昨晚医生来了之后 说他流血是因为伤口一直没有得到治疗 很显然那是三个月前被塞洛尼刺下的伤口 塞洛尼试探地说 这把剑就是打败魔王的宝剑 他想看看魔王会是什么反应 魔王却只是轻描淡写地呕了一声 看来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 如今这把未来的圣剑在自己手里 伊恩应该气疯了吧 想想就解气 伊恩用那把剑打败魔王后就感受到了强大的力量 那也许是因为吸收了魔王的力量 是人类无法企及的力量 可他还没来得及探索 就被塞洛尼抢走了 伊恩正在气头上使格瑞斯找来了 他没控制住对格瑞斯发了火 而看到格瑞斯被气走之后 他甚至都无法正常思考了 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格瑞斯为什么对他的影响这么大 与此同时塞洛尼也发现了异常 女主一觉醒来失去了团宠地位 男主和男配突然都迷恋上小说中没出现过的人 在他昏迷的三个月里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原本温柔贴心的三个人突然对他冷酷又无情 他一直都没有停止调查格瑞斯 最重要的是复活的魔王缠上了他 让他联想到格瑞斯出现的时间也是三个月前 不知道这和魔王的复活有没有什么关联 失忆的魔王虽然也察觉到自己不像人类 可是对人类好像也没什么恶意 他会帮助弱小会把食物分给饿肚子的人 甚至每天坚持塞洛尼感到不可思议 魔王居然享受被需要的感觉 难道失忆会让他改变吗 自从魔王救了塞洛尼之后就赖在家里不肯走 这天魔王一反常态说一个月之后我会离开 但是你要像那天一样和我牵手 只有这样我每天晚上的痛苦才会消失 只要持续一个月我就走 虽然这是一个让魔王离开的好机会 但塞洛尼担心他如果在一个月内恢复了记忆 知道是自己砍了他怎么办 所以与他约定以后不可以伤害任何人 也不能被人知道他们每天晚上见面 只是这样看起来更像是优惠了 不过还好只要持续一个月就能结束了 塞洛尼是这样想的 可是魔王并不这样想 他怎么可能会放手呢 这只是拉近关系的小手段罢了 他绝对不会离开能消灭他痛苦的人 就这样过了一周以后 每天一起吃饭成了日常 陪魔王吃饭也是他要求的事情之一 本来魔王是不需要吃饭的 真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跟我一起吃饭 一大早的就把我叫起来 困死了 魔王对见到的东西都感到好奇 吃完饭就开启了问答模式 这是什么 这是鸽子 那是什么 那是蚂蚁 那他们在干什么呢 塞洛尼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 是侍女在谈恋爱 好干大呀 好奇的魔王依然在追问他们到底在干嘛 塞洛尼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就是和喜欢的人一起做的事 在吉利安求见后 魔王的提问终于被打断 吉利安送来了新的调查结果 可是关于魔王的信息都是一些平常事 关于格瑞斯的也和之前一样 他总觉得这不正常 虽然自己家的情报工会在全国首居一指 可为什么就是查不出任何有用的信息呢 也许得考虑一下别的情报工会去调查 到这时他还是十分信任副会长吉利安的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 可是吉利安走后 他发现沙发上有一张纸条 塞洛尼叫住吉利安想问这是不是你落下的 而吉利安的反应十分奇怪 就像是在害怕被他发现什么 你怎么这么紧张 难道这是情书吗 吉利安没有否认 差不多吧 那我就先走了 吉利安急匆匆的走了 塞洛尼则是回想着纸条上的内容 开始怀疑 他看到纸上画着一个未知的魔法阵 下面赫然写着格瑞斯的名字 吉利安到底在隐瞒什么 还有多少事是他不知道的